好各位同学 那么刚才呢通过第一小题 我们来了解了我们美举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定要有顺序 而这个顺序呢一般来讲 我们比较常采取的就是按照从小到大 或者是从大到小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通过相应的题目 再来巩固一下这个顺序的应用吧 来咱们看一下下一道题目 把实这个数呢 分拆成三个不同的自然数相加的形式 问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拆方法 好了 那么现在题目的要求非常的简洁 就是把实拆成三个数相加就可以了 这三个数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 这三个数得怎么样啊 你加起来多实 好吧 嗯好的这是一个 可能佳佳珍大学老师这个很没有这个共鸣 对不对 那对那肯定吧 你得把实拆成这三个数相加 那这三个数加起来肯定得等于十啊 那第二个这三个数可以随便拆吗 所以说我拆一一八 不同的 人家还有个很重要的要求是不同的 这一点咱们同学在做起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来做拆分呢 同样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一样的 怎么样能让我拆分的又快又准 不重复也不遗漏呢 那当然要利用一定的顺序 从小到大或者是从大到小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实来讲 现在我们要做的任务 是不是要把它拆成三个数相加的形式吧 那么这三个数要各不相同 那么现在我们选择一种顺序 那就是从小到大 也就是这里面我放的三个数是从小到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是这里面最小的 然后它要比它大 然后最后面就要比它更大一些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想 那么这个位置上放最小的数 那它最小最小 我可以放谁呢 要注意哦 我是自然数 零 千万不要忘记了 零这个哦 因为咱们都知道 零现在也叫做自然数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可以放零了 接下来 我第二个位置放的数 要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 那一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一 然后那下一个不用说了 那算完肯定就应该是九 好了 那我零开头的 是不是就找到了呀 那接下来咱是不是该找下一个 那就是一开头的了吧 嗯 嗯 对吗 同学们 那肯定不对 好吧 咱们现在同学 肯定都已经觉得很经营了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 大家老师到这个情况下 再来问你的时候 一般属于叫做明知故问题 对不对 那肯定意味着 我零开头的还没有完呢 你看零开头 后面这个数一 数比零稍稍大了一点点 那我能不能稍微大的多一点点呢 比如说我是二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零加二 加八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吧 对 好了 那一样的 我还可以零加三 七 那还可以 零四六 好的 那还可以零五 五 零五五五 零五五 是啊 可是有朋友说 他说不对啊 那你看五不行 没关系 跳过去 那我第二个位置放六 不也可以吗 零六 零六四 那不和零四六一样 有朋友说 你看第一个 他跟零四六 是不是就一样了 第二个咱们说了 从小到大排 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比前一个数 大一些呀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 我们的零六四 肯定也不会有了 而且如果你有了顺序 你到了零四六 然后发现零五五不行 其实再往下的 你都不需要再去考虑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打头的除了零之外 还有没有可能放别的数字呢 一 哎 我是不是要比零稍微大一点点 我可以放一 那么如果一在首位的话 那我的第二个位置数 就是能放二 那么下一个就应该是 一 七 或者是我的第二个位置 还可以放 三 三 那下一个应该就是 零 或者是 一 四 五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再往下 那再打头的这个数 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大一点点呢 二 哎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二 那 三 五 再往下呢 二 四 四 不行 四 不行了 好 那再想下一组 能不能打头的数再大一点三开头的 三 三开头的话就是三 四 你想想下一个这里是三 四 三 是不是才能合为十吧 但这数已经不符合后面比前面大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数到这里 是不是就把所有十能够拆成了三个不同钻术的形式 是不是全部都没底出来了吧 最后数一下一共有几个答案也就出来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我们把十可以有这样的八种拆分的方法 那么一般来讲 在技术文件当中 咱们把这种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拆分 给它起一个小小的名字 它叫做字点排列 想想我们在字点排列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英文单词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是先比首字母 然后再比下一个字母 这样的话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下来 我的英文字点是不是就这样子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机前过来 给它起名叫做字点排列法 感谢观看